我們快到了 走在宜蘭街頭 用可愛的口音告訴粉絲 快到了 來自韓國的超人氣實況主 企鵝妹要徒步還胎 謝謝 酷 企鵝妹的運氣因為在直播中 穿企鵝裝 跳舞爆紅 甚至一度獲得 世界觀看時數 第五高的女實況主頭銜 她徒步還胎就從宜蘭開始 然後我決定選擇台灣 因為第一次台灣是很美麗的 很美麗的自然 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走在旁邊 所以會很開心 不只是走 我會走在旁邊 企鵝妹從宜蘭開始 先走到台灣最東點三雕角 再來到最北點的富貴角 第三站就是最西點國富港 最後再以鵝鵝鼻畫上據點 預計用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左邊台灣四個集點 你好我是 Gini Chia Mei 朝夕蓬勃地用中文 跟大家打招呼 Cia Mei還曾經 在台大念過中文 這次環台一邊走一邊 還直播跟粉絲聊天 雖然有時候走一走 還會小迷路 但台灣的人情味 讓她印象很深刻 我很喜歡台灣 因為台灣人很友善 很好 他們也很友善 他們也很友善 旅遊 然後我也很友善 我很喜歡台灣的夜市 台灣夜市的遊戲 我很喜歡 獨自一個韓國女生 背著包包還台 要用自己的眼睛和雙腳 體會台灣的美 三天新聞黃瑞旅站宜蘭採訪報導